由到美国技术家所发挤红球结果3月29号中在台南的领党 为20天的定期红球每天的双口不一样金点来做电视 为在中西区的5,000亿酒店 就特加邀请到技术家 尊重参户打着处理主席客房 为UK打着一个不一样的理求体验 一次整个办公室问 马上就看到红球的普通 问成点普通是红球的双口 叭道的卫 为了以金点去下红球的创作 这是法旗红球结果美国的苏家 特加为酒店所设的主席房 台南京酒店这次很荣幸取得独家授权 我们以五大主题打造了一个红球主题房 客人入住主题房不仅可以带走红球的周边商品 还可以有专属调饮可以喝 旁边还有设计的两款小优惠 一个是哪球机 比如一天可以比赛 比赛人的红球先打完 另外这个是红球跳 中公室的评论 担任安球的出现的10月金点来 上当有卡丝 里面它的设计全部都是跟红球有关的 小到玩具啊 正品都是 然后沙发包子也般可爱的 我觉得还蛮适合就是亲子朋友一起来住的 因为里面会有一些设施 会让你知道说 红球计划有在台南的一些景点举办 红球结尾今年收出来台南 从3月29号开始 正年刷的电视10天 等以来红球中每天 移动到市内不跟金点电视 红球是重点 但其实红球所在的环境也是重点 透过这个红球计划让我们 这是一个行动艺术啦 透过红球计划 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灯会 慢慢的再转移回来 我们的历史戒续 也就是台南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场域里面 感谢大家来参与 等以来也刚好刚刚的年纪 主要来到推出主题的榜以外 也推出红球的餐饮 端定点 当时配合五天 过红球没有派对 要带动一份的红球相机 现在我们会让我们的苦彩方报道